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芬 别欺人贪身 张振孝 你说话小心点 张振宝他厉不厉害 我振小芬怕过他吗 你俩这儿抄着真正没用 干什么呢 打仗呢 不是 晓菲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朕宝死了 咱们就在这儿搭个营棚 不是这个问题吗 你们爱搭他 搭呢 就是不能搭我家门口 我是不怕他 可别吓着我儿子 郑小芬 我跟你说 干 干 干啥呢 人都没了 打仗呢 滚 你儿子啊 那 那不也是 朕宝儿子吗 除了喝多久了 打他姐妹 他啥时候管过他一次啊 我就问你一句 是不是朕宝儿子 你有啥资格这么问我呀 谁敢信我吗 小芬明 你看我家伙 你放下 再研究你爹都死了 打跑了 不行 哥这儿打临堂就是不行 放下 我是你大爷 孩子都是长辈 你赶紧吧 你给我放下 你不来了 你不来了 放下 哥 干什么呢这是 打临棚啊 他们张家的人 非要在门口打临棚 怎么在拿 拿这个干什么 来来 给我 来 来 来 给我 来不少人哪这是啊 打临棚呢 要打架啊这是啊 打临棚 张震忠 我问你一下啊 你这个打临棚 是这个河口村的风俗吗 当然是这儿风俗了 那既然是风俗 就好说了 这个风俗应该是 没有强制性的 对不对 没强 你看啊 人家不愿意打 有什么资格强迫 张震宝是我亲弟弟 一奶同胞啊 这个也 这算起来 这算亲属吧 我给你纠正一下 你们算亲属 他们才算是家属 懂吗 这灵堂打我家可以不 那可以 打你家没问题 老二你给我听好了啊 灵堂就搭我家了 对 听搭哥的 哎 稍等 先别乱啊 灵棚搭你家没问题 但是有一点 我得提醒你啊 你家门口那是一条路 对啊 那是走车的 搭灵棚可以 但是不能妨碍交通 我说你 好 我不妨碍交通 我把院推喽 行不行 不妨碍交通 那可以 你又愿意把墙拆了 大灵棚 这我不反对 但是啊 有一点 白天放音乐 你们一定要小声 不能影响别人 晚上 晚上 坚决不许放音乐 来 我跟你聊聊去 走 我跟你说 老张家都听好了啊 张震宝 这个灵棚 我必大无疑 我不大 我就不是张震忠 走 好 好 好 把队里拿着 走 看啥呢 这有什么好看的 一会儿搁到屋里就完了嘛 干点活吧 你干啥呢 张震宝 姐 姐夫来了 这是 你没有 老张家人找过来是吧 不请自来的 一会儿待会儿没人 你赶紧走吧 我帮你忙 你忙吧 这不 帮着去 孩子 你去吧 你去 进屋吧 进屋 进屋 没事了 来 你等会儿 当着你妈在面 要说那两句啊 你知道你刚才那是什么行为吗 你已经处犯治安条例了 就这一次啊 再有下一次 我把你带排出所去 听见没有 还有小芬 我也得说你两句 孩子不能老惯着 该管得管管 毕竟你是监护人的 是 我平时是有点太宠着她了 我保证 我会有第二次了 不会有嘛 是我错了 我改一个 行了 知道错就行了 进屋 去吧 去吧 进屋 好听话啊 行了 我们 我们这回来 主要是代表排出所 来看看这个受害人家属 看看还有什么 我知道 好意 我也心领了 感谢排出所 我没事 真的 不用安慰我了 我挺好的 看有什么困难 需要什么帮助 然后就跟排出所联系就行 还有就是 你要是还能想起什么 对案子有帮助的线索啊 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也会随时过来 是吧 到时候你多配合 那肯定的 这 郑露生是我姐夫 那是小芬的哥哥 这咱都治疾人的 对不对呀 这咱有啥知道的 肯定知识工作 实话实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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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就反正这段时间呢 你们两个都别离开虎啸了 除非你们有什么特 特殊的 要必须要离开的 然后到排出所 得打个招呼什么的 那 好了 知道了 还有啊 如果你们要找到 那杀张正宝的人 帮我转告他一句 我特别感谢他 真的 我郑晓芬一点都不恨他 真的 他杀了张正宝 就是我的大恩人 下辈子 我当牛做马地抱着他 这 这家老头都是 好笑吗 郑总 要不今天这样吧 行 这样 这样啊 这样 你多注意休息 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我车上等你啊 你这个 哥 不是 这个 这个我给他 这 这 快拿着 你嫂子一点 一点意思啊 拿着 哥 谢谢啊 那什么 这个灵篷吧 不搭是不搭 但是别的也该咋地咋地 毕竟夫妻一场 没有膳食露个山钟吧 谢谢哥 谢谢 咱俩那姐夫 我留会儿帮他忙活忙活啥的 是吧 你要忙活啥呀 不 帮不忙啊 你想忙活啥呀 他一人整不了 行了 赶紧忙去吧 忙去吧 忙去吧 去吧 忙你自己的事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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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有啥事 你跟我说 这事啊 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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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 把门快 好 好 你哑巴了 起哄架秧子不会吗 不是 我 昨天吃东西吃坏肚子了 这浑身没劲 说说就来了 忍不了那个我 我回家一趟啊 我上厂厕所 一会儿我过来啊 老鼠大 打那个老三的尸体 从那个水塘里捞出来之后 他一直是这样 我估摸着 是吓到的 别瞎说了 那是啥可吓到 一个尸体吓什么呀 不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老嘎子今天反常 我感觉他肯定有事 我 我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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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总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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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居 那就这样住居 好 好 来 人都到齐了 来 开会啊 这个还是张正宝这个案子 市局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情况 因为由于这个张正宝的尸体 腐烂程度就比较高了 就很难判断出啊 他具体这个被害尸间 只能从张正宝回这个 鼓孝镇那一天开始 整个这个一周之内 郑总 这个实在不太好查 不好查也得查呀 我说不好查 我说不查了吗 伟长同志 您要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大大胜数 不要老嘀嘀咕咕咕 我声音很大呀 来 他是这样啊 这个 温凉 因为 因为调查走法是个戏活 你们就要多辛苦了 你们看啊 这个是这两天的调查报告总会啊 说实话 我非常不满意 怎么不满意啊 你看啊 现在张正宝的死尸 是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还是抛尸 是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 不管在哪儿 它总会有些蛛丝马迹对不对 周边住着那么多居民 这什么调查报告啊 就是你们这个报告 一点有用的价值都没有 涉访群众就是这么说的 那我应该怎么写呀 吴角 我就如实汇报的呀 难道我要虚构 我要编造 我没有说 他是这样这样 因为在咱们这个股校啊 近十年都没发生过病案 突然来这么一个案子 我都是有些紧张的 就这几天啊 我跟我们家这个徐慧啊 吵了好几架 那说起来就是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 就说明我这个心里面啊 就特别躁躁 我就觉得有一股火啊 就 没办法宣泄出去啊 这样 我也是 会日发冷 满腿起泡 所以说我说这不行啊 我必须得调整的 我要让我的心态平和下来啊 保持一个 清醒的这样的一个头脑 所以刚才我就替这个谁啊 替这个卫灵 这 再说几句 因为咱们虎啸镇这个地方呢 这民风还是比较纯朴 老百姓也都很本分 就像那种争勇动狠的那个 打斗之徒啊 在咱们这儿啊 并不多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两天我也是 这个 群殴这个 几次场面我也都去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咱们虎啸镇这一块老百姓 他们都是拿家伙瞎吆喝 真正敢动手的 真没几个 对对对 就 就是这样 你说像张震宝那样 都成了虎啸一霸了 很多人都怕他 所以你看这位张震宝被杀死了 死得很惨 你这个就说明啊 这个凶手 比这个张震宝还狠 比张震宝更可怕 你的意思是说 老百姓是怕这个凶手报复 所以知道案情 他们也不敢汇报 是吗 现实就是这么个情况 既然这样呢 我为刚才的话 向威灵同志道歉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接不接受的 反正我道歉了 刚才朱菊啊 在电话里面还特别交代 为了加快这个案件的破案进度 市局准备 发布选场通告 对于本案 有知情人或目击者 提供的线索可以直接或有助于破案的 公安机关将给予讲义 十二啊 咋的 老嘎嘎 你要挣这十万块钱呢 这十万块钱 你都够结婚娶媳妇来了 弄不好啊 你还能自己买辆拖拉机呢 对 我说你有线索啊 赶紧上警察局 你晚了 咱没了啊 谁有线索了 别瞎说 我这 我这不是看十万块钱眼馋吗 眼馋不行啊 咋就你还眼馋呢 要是我 我说都不再说 你也不怕别人给你扔水塘里去 死你都不知道咋死 这年头啊 你多活几年 你不比啥都抢 我知道 用你说啊 怎么了 为什么 这个 señor 我可以先 要嗎 啊 我当然先 先生 这是索取薵的 他这个老大的 神经病了 这决于曹 这个意思 真是 Entertainment 没准 他真的知道点啥 下班了 好 我叫 有事啊 你下班以后干啥呀 晚上就吃口饭换身衣服 接着走谎调查 你这样你 你晚上调查的时候 你能不能教证我 我跟你一块去呗 咋的呀 领导队伍不放心啊 还要亲自监督 那倒不是 我是想呢 这次调查 小言那所缺人 你补个缺 你俩一组 好吧 回头我告诉你 吴嘉 河口村的张老嘎的来了 说有重要的事情 要见所领导 你叫他过来吧 聊个办公室 走 进去吧 小女儿帮你 吴嘉儿 忙着呢 没事 过来过来过来 坐吧 来 来坐这儿 我不坐了 我没看到证所呢 我找他有点小事 证所出去了 是吧 有点事你跟我说吧 不用了 我上外边等会儿他吧 你等会儿 怎么的 我不是领导啊 你跟我说一样 来吧来 坐这儿 是 反正我跟证所说 他也得跟你说是一样的 那行 那我跟你说 那个 是这么个事啊 我 我有个小兄弟 然后拖我过来跟你打那个事 就那个悬赏通告那事 悬赏通告咋了 就是那个钱 那十万块钱 能多少先给点儿了 这个不行 不行啊 这个按规定啊 如果你这个小兄弟 提供的这个线索 是有价值的 我们会第一时间 一次性地把钱付给他 那 还有个事 那这个 我这个小兄弟不是给他们 提供线索了吗 就是但是 咱派出所抓凶手 是需要时间 万一这个 中间这个没抓到凶手 让凶手知道是 好了 我知道你啥意思 这个你是担心他 人身安全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我能向你做个保证啊 第一 我们能严格保密 对于这个知情者 第二 一定能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这个你放心 还有啥事 关键吧 你说 他当时黑灯瞎火的 我这个小兄弟 他也没大看清 就怕看差喽 就是这个看差喽 算无告吗 不能敦大欲吧 我给你普及一个 法律知识啊 只要这个知情人 提供这个线索的人啊 他不是蓄意地诬陷 做罪见 陷害 做伪证 因为这个周围环境的原因 那看不清这很正常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看不清 不用负担法律责任 那就是 就是看差了我一下 也没事啊 没事 但是就这个钱 是一吃饭会儿 就是还是给不了啊 这我还合计不是我这个小兄弟啊 还合计啥呢 他不是提供的线索吗 然后你们抓住这个凶手 那甭寻思 肯定就死罪了 你是这个凶手是判了 但是这凶手有家人哪 他家人要知道我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刚才我跟你说了 我们保密工作 能做到这么好 这个凶手的家人 怎么会知道是谁举报的呢 他不知道是谁举报的 他找谁去报复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行 那我就都明白了 谢谢吴教啊 那我就先走了啊 谢谢 谢谢啊 你等会儿老哥来 正好啊 我这样 我问你个事啊 你跟张震宝的关系怎么样 那没得说呀 我一站到他们家的时候 就震宝哥对我好 那你希不希望这个案子 尽快破呢 我 当然希望啊 你这样啊 你回去劝劝你的小兄弟啊 你跟他说 他如果这个线索是有价值的 赶紧提供给我们 我们拿到这个线索 能尽快地破案 尽快地抓到凶手 也能尽快地为你三哥报仇 对不对 对 那 那行 那我回去跟他说一声 让他赶紧来 就是现在没人提供线索 那十万块钱没住 这个啊 这个是秘密 我不能跟你说 回去赶紧缺你小兄弟啊 我这瞎问 是吧 那行 谢谢吴教啊 走吧 我走了 我走了 郑总 你赶紧回离一趟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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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眼 你干啥呢 弄个枪就打小劲啊 多可爱 你 你舍得打啊 不是 这不假钱木头的吗 假的也不行啊 你心得证 你不管啥时候 你不能有一点不好的念头 知道不 知道了 师傅 哎 我妈来了 陈生 西山哥 小范 哎 哎 小范哥 哎 干啥了 我接她回去 打 打有劲呢 这事跟你妈回家吧 你等一下嘛 我拿来门书啊 哎 马上啊 哎 你看这孩子 整天找你借书 把你这儿当图书馆了 看啊 看书是好习惯 现在这孩子不是玩手 手机 就是玩平 平板 这课案书是挺难得的 好事儿 小范 你查那个 我爹让我给你带 带两句话 武孝镇十年都没出过人命案了 这张震宝一死吧 闹得人心惶惶的 嗯 我爹说让你配合郑陆生的工作 多提供线索 早早日不安 我会的 没问题啊 啊 啊 我爹说不代表别人 就代表我爷俩人 他谢谢你 嗯 嘿 你这么客气干啥呀 小范 嗯 我 我我也想跟你说两句啊 啊 你说呗 你看吧 这这虎孝镇给你留下了太多的不愉快 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如果能走 但带着润升 就就就离开这儿吧 你你让他走了 你哎呀你稳住他呀 你等我回来了 十句话我就能问明白了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他自己就是知情人 对呀 是因为这个你得留住他呀 我拿什么留 你给我个理由 报案不报案 那是人公民的自由 怎么着 你要强迫啊 不是 不是说强迫 我说我有招啊 对付他我有的是办法 其实我放他走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觉得他心里还是有顾虑啊 要不咱再给他几天时间 你让他消化消化嘛 不行不行 这只案情不等人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 今天晚上我就 就让他说出来得了 不行 那你打吧 看他回来能不能说 怎么了 他挂我电话 那再给他打 都关机了 二哥不是 二哥你 别跟他废话 打他 不行 哥 他肯定知道震宝是砸死的 别嘴硬 二哥 你说 咱们哥们之间不吃这个 去去去去 嗯 坦哥 我们哥仨对你咋样 他没得说呀 那这么好死嘞 你也不难过啥得说 不 肯定难过呀 老难过了 那你上派所干啥去了 我 你把我们当个傻子了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那哥 你把我们当个傻子了 是不是 你知道什么事情啊 他不跟我们说 跟那个 警察去说 你知道这叫啥呀 这不就是拿珍宝的命换的十万块钱吗 派出所我是去了 但是我啥也没说过 大哥 哥 你看见没 自己承认的吧 去派出所了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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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老干的 我就拿了闷了 你胆儿也忒大了 那十万块钱 尿不瞧就 进你自己兜里了 那么好花吗 那胡销镇多大个地方 这个解雾眼的 你说你上派出所逛一圈干啥去 以为我们傻是不是 不过我就一直纳闷了 你是要钱不要命是吧 你信不信 你晚上走夜道 背后捅你一刀 你咋死你都不知道 那可我是真害怕了 我真是啥都没敢说 你说咱老张一个人这么多 你怕啥 你说你跟大家伙一说 咱大家伙不把你护得好好的 你说是不是 哥 拿拿拿拿拿拿 那钱都要重要 那十万块钱呢 那我跟随我啥也不说了 命比钱重要 我还是保命呢 你敢 你信不过郑如生 难道你信不过我张真忠吗 哭啊 不是 你不信任我啊 不是大哥 我不是不信你大哥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信大哥 大哥嘴硬 我没嘴硬 我 废什么话 大哥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 不想说是吧 不说好啊 你不说就破不了案呗 破不了案就抓不了凶手 那还好啊 我就把你 当成凶手 你信不信今天晚上能弄死你 我 我输了 不是 但是 那个 你往哪儿瞅呢 你瞅我 派书所不是说了那个 三哥 大概死那几天吗 我那几天有一天晚上 大半夜我就是上水塘那儿去了 你去 你等等等等 你去水塘干啥呀 我有点别的小事 你瞅他干啥呀 你也去 去水塘了啊 哥哥你看你 我给你 我给你 继续说 我 我去 你别吞吞吐吐的 赶紧跟哥说 我去会我那想好去吧 但是我 我 我后来回来 我看着个人 谁啊 我去 你真是 你真是 你早来多好 我跟这吴教授还到你家白跑一趟 那证所儿子真没事 好了 咱们别在这儿说 咱们静谱说 别静谱 我有句话 当大家面问你一句啊 行 你要问什么 问什么 如果张勒嘎嘎 举报犯罪嫌疑人 和你占情怠固 你会秉公执法吗 你这话都不用问呢 我肯定秉公执法呀 在火教人这么多年 我郑路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很清楚啊 说得好 那待会儿都听见了吧 听见了 听见了 好好好 那就是说证所 要把犯罪嫌疑人抓到 我张家敲牢打鼓 把警棋给你送到 牌子送到你手里 但是 你要是包庇嫌疑人 叫完人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那就可别怪我们不仗义了 大不了咱们一块鱼丝网破 快快快快 对 我们都开着 说什么呢 喂 你们也不用在这儿 在这儿抄着把伙的 咱们现在这儿解决问题啊 我们作为公安机关 肯定依法办案呢 我们接受什么 群众监督啊 说如果啊 这个案子 说我 我郑路生 我包庇罪犯 你们可以举报我吗 现在 现在信息都透明了 说得好 说得好啊 我就等你这个接管 这是派所 大家都在这儿 我现在啥都不怕了 话也说清楚了 那我现在告诉你 张老嘎嘎 举报犯罪嫌疑人 就是赵老大的儿子赵小明 张珍珠 我跟你说一下啊 你这个行为叫实名举报 那是 那是 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那是 我们后继会调查 如果啊 我们调查的这个结果 跟你报案的这个不一致 那你可是无限罪 那我知道 这一办案呢你愿意怎么办 你就怎么办 但是有一点我今天表个态 我们张家人全力支持 绝不阻挠你 全力配合 但是我就要一点 秉公执法 既然是 张忠你一把话说到这儿了啊 我首先要代表派出所 谢谢你们啊 能帮助我们 协助我们去破案啊 但是你要作为这个 这个被害人的一个亲戚啊 也不用说说带着这么多人啊 说给我们来施加这种压力 不管这个被害人 是你们老张家人 或者什么什么老李家人 或者老魏家人 只要是在咱们虎啸镇 我们派出所肯定全力以赴 去侦破这个案子 将这个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 说得好 那我就当大家面 再说一遍吧 犯罪嫌疑人就是赵晓明 别干的 如实跟派出所好好交代啊 那咱们都说完咱走吧 就别打扰那个人的办案了 好吧 我们走了啊 好好好 走走走走 走吧走吧 那个郑总 你看这事呢 走 秦胡说 喂 郑总 怎么了 我在河虎村呢 走访调查呢 魏灵 你现在你给我 马上给我找到赵晓明 你给我盯住他 不能让他离开虎啸镇 我们随时传唤他 在我没给你这个确切消息之前 你对他啥都别说 你就给我看住他就行 嗯 明白 因为现在有人已经公开举报了 说赵晓明跟这个张智宝的凶杀 有关系 但这个消息呢 有可能要传到那个谁啊 这个 这个他 赵晓明还要跟着赵老大的耳朵里面 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 放心吧 郑总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好了 好了 嗯 你什么都不用怕 把你看到的都说出来 这 这都撒月之前的事了 我 不过我印象挺深的啊 你们前两天不发那个宣传通告上 说这某哥大概死亡时间就是那几天吧 后来 我一合计 我可能真是大半夜就碰到杀人凶手了 这个人 要是我没看错的话 那个人 那个人就是赵晓明 你咋回事啊 咋还没来呢 啊 不是 给你发微信 流量都浪费多少了 你赶紧的啊 来不来 你说一声啊 不是 你大半夜的你跑到荒家一令 你 你跟谁约会啊 那 那肯定是跟我想好的 但是具体是谁我指定不能说好 这 这跟这个案子也没关系 嗯 你隐私的事我们不问 继续说 不是 啥意思啊 咋不来了 真不来了 我 那我这都等大半夜了 我问你说 还 那行 你下回说准啊 别让我白等 行 那 你清我一口 清一口 你 你看清楚了吗 那个人是赵晓明吗 倒是没打照面 就隐隐隐隐隐地看了个背影 不过他那个衣服 我知道 整个虎啸 除了他就没别人穿了 你后来你没见着他 你没问他 你说那晚上你干吗去了呢 我不虎 那我能问吗 我问他他肯定得先问我 你大半夜干嘛去了 我咋说呀 打谁都知道 你大半夜上那荒牛野 都没啥好事 我不能往自己身上找麻烦 你等会儿 你当时的位置 离水潭有多远 那黑灯瞎火的 我就找个地方就猫起来 而且我还是干啥 我 是会我相好的去 我哪估你那些 我心里没 大 大概几百米吧 差不多 你说你知道这些情况 你当时你跟吴教授说多好啊 张晨忠要不逼我 我也指定不能说 你们谁都清楚 老赵晨那爷儿俩我惹得起谁啊 咱们就这么说 凶手要真是赵晓明 赵老大他肯定放不过我 你就说凶手又不是赵晓明 赵晓明知道是我 我在这儿无限他那 他不得雷死我呀 我 我不瞒你们 我自己合计半天了 还是给掉坑了最后 我刚才当时他们面说那话 你们都听见了吗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管这凶手是谁 就你给我们提供的情况很重要 我代表警方要感谢你 你帮了我们 当然我们也要保护你 任何情况下 就是赵老大他们 是要敢动你个手指头 我郑鲁生就不会放过他们 郑 郑所长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那有你这个话 我心里就有底了 你不知道我 我 我这心里都起上爬下的 郑所长你就是我活菩萨 吴教授 吴教授你也是 你们俩都菩萨 行 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我 我 你还问啥我 行 我反正我知道我都 我真是都说了 那谁啊 小李 什么 你就 你就开车呀 你就一直把这个老嘎子 送到家门口 你陪他进屋 进屋你可以在里面多待一会儿 然后那个 你想着检查一下门窗啊 该换所 换所 该维修 维修 确保安全以后 你再回来 明白 对啊 你你可以把这动静搞大一点 你把警灯全都开开 全都开开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张震忠已经搞得满城风雨了 把这老嘎子都推到风口浪尖了 咱们也正道光明嘛 好 我就是让这个虎啸镇的老百姓知道 有咱派出所撑腰呢 我看谁敢打击报复 邪不押正嘛 没啥好怕的 老嘎子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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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放心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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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佳 走吧 好 那 那我先走了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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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 警灯全打开 开得慢点啊 好 赵总 你看咱下一步怎么办呢 不是 你赶紧给魏玲打电话 问赵一鸣现在在哪儿呢 行 赵小明今天晚上哪儿都没去 一直都待在酒吧里 要不咱去一趟 把他带回来得了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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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继续盯着了 随时保持联系 好吧 好吧 那这样你辛苦了 郑总 你是不是觉得 单凭张老嘎的一面之词 传讯赵小明有点理由不充分呢 对啊 就包括那件衣服 你现在已经没有照片 没有 没有视频 然后你这样 把赵小明找来之后呢 他就说我没去过 你能怎么地呢 这个张老嘎的 跟赵小明没有过节 不是 那倒没有 这样基本就排除了 这个张老嘎的 想故意啊 无限 这个赵小明这可能 但是张老嘎的 至少他看到了 赵小明的衣服 他的衣服很特殊啊 是不是 就算他不是本人穿的 我觉得 也可以把赵小明 列为现疑人 我同意 我完全同意 那盯着他呗 对啊 我就要看呢 到底跑不跑 对 张震忠现在把这个事 闹这么大 赵小明不可能不知道 有人在举报的 所以他不跑肯定有两点 第一 他是清白的 他根本不怕 第二点 他是凶手 但是呢 从案发到现在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以让他去找证据 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不过辛苦为零了 他就在那待一晚上啊 是 咱俩也不能闲着 随时带命吧 一旦发现这个 赵小明要跑 那他就有重大的 作用案嫌疑了啊 嗯 咱们不用说别 直接给他拿下来 来 赵小明交换 怎么在那里领你说 赵小明从酒吧出来了 看样子是要上车 准备离开 你这样你盯着他 我马上到啊 走吧 我 我去拿帽子啊 走 我说薛立忠啊 你又有啥事啊 小芬呢 我这诗来想去的 又睡不着啊 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要不你赶紧走吧 你啥意思啊 这 这位你好啊 我有个远藏舅舅 在广东那边 不行咱一起投奔他吧 不 你说啥呢 跟你一起啊 投奔谁投奔啊 别跟我胡说八道 该来的一定会来 要走的总是会走 张震宝走了 我不痛苦 更不快乐 婚姻不是我想要的婚姻 但孩子是无辜的 我不能让他活在那个人的阴影里 我要让他幸福 让他快乐 我要让他看到 妈妈迎着苦难 微笑 舞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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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